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比特币价格稳定在9000美元附近 但是石油价格目前也是上涨至57美元 今天的热门话题我们首先毫无疑问 今天是11月11日 自然就是中国最大的网上购物节 也就是我们说的双十一 我们知道双十一之前曾经被称之为光棍节 因为是1111四个一 看上去像四个棍子 所以被称为光棍节 那后来呢 这个马云第一次推出了 在光棍节网上购物这么一说 也使得之后呢 连续几年 这个双十一成为中国最大的网上购物节日 那目前来说的话呢 它的网上购物的规模程度呢 已经远远超过了圣诞 元旦和春节的购物量 成为当之无愧的中国 这个全年网上购物 这个最重要的一天 相等于呢 在美国的黑色星期五左右 那么朋友们肯定要问这个 现在购物量这么大 网上的量这么大 谁最赚钱呢 其实并不是商家 也不是咱们老百姓消费者 便宜拿得最多的自然之前呢 就是马云 现在呢 马云退休了 就是他创立的阿里巴巴集团 我们知道呢 其实啊 在双十一的时候 别看它的销量非常大 那实际上呢 大部分的商家 都没怎么赚钱 我们知道呢 为了这个迎接双十一啊 一般的商家都会推出 非常大的折扣 而且呢 加班加点 增派人手 但是更重要的一点是呢 为了能够提高他们的销量 各大商家必须抢占 天猫也好 淘宝也好 在这个搜索页面的 靠钱位置 那么你要想把你的自己的商铺靠钱 除了正常的流量之外 那就得花钱做营销 这个钱花下去呢 可就是海了去了 在过去几年呢 这个很多的媒体和电视 采访了很多的中小商户 他们说这个双十一啊 它就像是鸡肋一样 投钱呢 砸下去的话呢 流量是上来了 但是最终也赚不了什么钱 那不投钱呢 这个店铺的知名度又起不来 所以他们也搞得呢 是非常的纠结 但是毫无疑问 最赚钱的呢 那就是我们所说的这个平台 不论是天猫也好 淘宝也好 阿里巴巴也好 为什么这么说 第一 就是我们刚才所说的广告费用 各大商家为了让自己的产品 让自己的店铺能够排名靠前 要得花无数的钱 去这个竞争 或者说呢 去参与这拍卖 流量 或者说是排名靠前 那除了这个之外呢 第二 自然而然 那就是我们所说的名声 何所谓名声呢 我们知道从昨天 这个中北京时间 12点凌晨开始到1点钟 短短一个小时 销售额已经破了百亿 在今天早上 我看的这个报道的时候呢 各大英文媒体都把 天猫阿里这个网上购物 一小时 一小时破百亿 这个新闻呢 列为了头条 所以这个时候 能让自己的公司 品牌和平台 上全世界各大财经媒体的头条 毫无疑问的话呢 我认为阿里做的呢 是完全是一点都不亏 他这个事呢 毫无疑问就是呢 是一本万利的事情 但是问题来了 好的说完了 咱们来说一些不好的 在国内 天猫淘宝 毫无疑问 就是压制着所谓 其他的品牌 比如京东啊 拼多多啊 都没有办法和天猫淘宝 对抗 天猫淘宝 目前依然是市场占有率 牢牢的第一 但是一旦到了海外 这个事情呢 就得反过来说了 我们知道 全世界各大知名品牌 你要进驻中国市场 除了开尸体店以外 最重要的就是在天猫上 开官方直营店 但是呢 这只是针对呢 国内的消费者 一到了海外之后 依然是 Ebay 或者是亚马逊的天地 那为什么阿里 在国外一直竞争不过 这些其他的国外品牌呢 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呢 缺少了国内的一些 核心竞争力 我们知道一个平台的核心竞争力呢 是来自于它的点击量 流量 或者是交易量 那么这些量 主要是来自于两方面 共同的帮忙 一 就是投资者 消费者 二 就是店铺的商家 只有店铺够多 才能吸引人 有了人之后呢 才能够提高交易量 但是呢 在海外 绝大部分的个人商家 包括了这个 我们说的实体商家 他们的网上店开的地方呢 第一选择都不是在阿里 天猫或者淘宝 而是呢 依然是以 我们所说的 这个传统的Ebay 或者说呢 亚马逊为主 所以说 到目前为止 阿里巴巴在国内市场 做的风生水起 但是在海外市场 除了它的云计算能力以外 在其他业务上 目前依然面临着 很大的瓶颈 好了 说完了这个阿里之后呢 我们再来看一下澳大利亚 虽然我们知道 澳大利亚的土地面积 非常之大 全世界也是排得上位的 但是这么大的国家 到目前为止的网上购物呢 依然是相对比较落后 远远没有达到 像中国这样上午下单 下午到货 这样的水平 那这到底是为什么 澳大利亚的网上购物 发展的这么慢呢 主要原因有两点 一就是人太少 二就是成本太高 而其实第二点主要原因 也是因为人太少 我们知道澳大利亚的国土面积呢 和中国相差不是太多 几乎来说呢 就相差了一百多万平方公里 差不多就是打个八折吧 打个八折的国土面积 但是这么大的国家 总人口数目前包括了 暂时居住的留学生啊 打工的呀等等 加起来只有2500万人口 还不到上海的人口 所以说这么大的国土面积 这么少的人 那就造成相对人口呢 比较分散 除了墨尔本 悉尼布里斯班 这几个城市以外 澳大利亚绝大部分城市的人口 都非常的少 这就会造成一个 相对来说 做任何事情成本都会很高 我们知道你在网上购物 在中国基本上的江浙户是包油 即便是云贵川 也多付了10块15块人民币 就能获到付款 但是在澳洲 即便是同一个城市 墨尔本从东面积到西面 也要花两到三天时间 而且价格是国内的几倍以上 其主要原因 也就是来自于其物流成本 一直居高不下 人工成本 车辆使用成本 道路成本等等等等 这些成本加上去之后 就使得澳大利亚 目前的商家 在货运方面的成本 实在太高 那举个例子 比如说 我同样是卖一个小东西 在中国 我可以卖一包化煤 我可以卖一包 或者说是铅笔 卖一包铅笔 都可以赚钱 但是在澳洲 你为了 我们说的 为了把这个运费 和其他成本赚回来 你卖的东西 价格就得贵 第二 总量就得往上 要不然的话 成本回不来 这就造成了很多的产品 具有局限性 一些利润低 销量少的产品 在澳洲的进货商 根本就不会考虑去进 但是没办法 这么大的国土 这么少的人 你说怎么办 用我们经济学的原理来说 这个无法做成规模效应 那就注定呢 这个单个成本呢 将会非常之高 所以其实在我们看来呢 澳大利亚 2500万人 做什么 基本上都赚不了啥钱 你如果要以规模效应来说 做制造业 基本上就是死定了 那我们可以考虑的是什么呢 其实就考虑服务 这2500万人 所必须的那些行业 而且在这些行业中 尽量挑选那些 具有垄断优势的公司 或者是企业 这个呢 就是我们选择 在澳大利亚 这个独特国家投资 所必须具有的一些特点 好了 以上呢 就是本期为大家带来的双十一 同时呢 也是分析澳大利亚 网上购物现状的 今天的内容 另外我们在11月24日 在墨尔本东区 格朗威夫里 将会举办2019年年底 大型的投资峰会 届时我们将会邀请 重磅嘉宾 戴若顾比呢 来参与我们活动 并且呢 和大家发言互动 欢迎您通过视频下方的 报名链接 参与我们的报名 感谢您的收看 我们下期节目 再见 欢迎订阅